智慧穿戴型裝置呢 現在也成為了行動通訊的主力商品之一 現在各大廠商也都看準了商機 真相推出了智慧手錶要來搶工市場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幾家各大廠推出的部分有哪些 首先來看到是Apple Watch的部分呢 這日前已經公布了 那麼其中特別強調的是 它的軟體功能強大 而且呢可以結合Apple Pay的付款功能 電視續航力達到18小時 目前看到這個四個當中 產品裡面它的價格是最高的 需要349美元 那麼另外呢 像是Moto360的部分 則是搭載Android的系統 可以聲控發送簡訊 續航力比較長 有一天之久 那麼至於在入門價的部分呢 則是250美元 稍稍低了一些 那麼另外呢 Apple Time的部分呢 現在還在募資的階段 號稱是各個系統都能夠相容 因此是主打全面性的市場 而且強調是使用電子紙 目前傳出來的定價是299美元 不過還沒有確定 至於LG的部分呢 則是推出了Watch Urban 搭載的同樣是Android Wear的系統 那麼是全金屬的外型 號稱有一鍵語音發送的功能 不過目前價格還沒有公佈 這是我們看到 目前最熱門的 穿戴型裝置手錶的部分